交点74基因图变 基因的核甘酸序列发生改变 其称为基因图变 基因图变中最常见的为点图变 点图变为DNA分子内的单一碱基对发生改变 可能是一种碱基对被另一种碱基对取代 也可能是一个碱基对的插入或删除 碱基取代 DNA的一种碱基被另一种碱基对取代 称为碱基取代突变 若取代的碱基不会改变氨基酸的种类 则对生物体没有影响 但若取代的碱基会导致产生不同的氨基酸 甚至成为中子密码子 则可能对生物体产生影响 例如人类血红素基因的DNA模板骨中 CTC中间的T被A取代 CTC突变为CAC时 则转移后的氨基酸会发生改变 使血红素构造异常 进而使红血球外观变形而呈现扁刀形 吸氧效率差且容易破裂 患者会产生严重的瓶血现象 称为联系血球瓶血症 匡移突变 由于遗传讯息在转移时是由起始密码子开始 以三个连续的核甘酸序列为一组密码子 对应一个特定的氨基酸 因此单一剪辑队的插入或删除 会使DNA的核甘酸序列发生未移 使遗传讯息的骨序发生改变 导致多态链的氨基酸序列发生改变 造成匡移突变 匡移突变常导致转移异常 转移出不具正常功能蛋白质 或使转移提前结束 引起突变的因素 DNA发生突变的几率并不高 不过仍有些因素会造成DNA的构造改变 而引发突变 根据引发突变的原因 可将突变分为自发性突变与诱导性突变 自发性突变 自发性突变通常来自DNA复制过程 或DNA修补机制的错误 在修补机制的作用下 DNA突变率约为10的负次方至10的负六次方 DNA复制时 DNA聚合酶可能催化 错误碱基配对的核甘酸产生聚合 造成突变 DNA突变可经由修补机制修正 DNA聚合酶在复制时 若预有碱基配对错误的现象 核酸分解酶可切除错误配对的片段 之后再由DNA聚合酶进行修补 最后由DNA连接链 催化连接形成完整的DNA 诱导性突变 诱导性突变的因素可大致分为三类 物理、理因素、化学因素与生物因素 物理因素 高能量的辐射线 例如紫外线、X射线和γ射线 可能会造成DNA断裂 导致基因的缺失 也可能造成寒氮碱基阶的化学见解异常 例如紫外线可能引发DNA产生胸腺密钉2G物 化学因素 某些化学物质可能影响寒氮碱基的构造 例如亚硝酸 可使胞密钉转变为尿密钉 在DNA复制两次之后 碱基队可能从C、G配队转变为TA配队 造成点突变的发生 生物因素 有些病毒的基因会迁入宿主细胞的DNA中 造成宿主DNA的核甘酸序列发生改变 或使宿主基因不正常活化 这些病毒的感染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 例如人类乳涂病毒可造成子宫颈癌的发生 遗传疾病 杭丁顿式无导症 杭丁顿式无导症为脑部退化疾病 起因为第四号染色体基因异常 患者的四肢与躯干 常出现不自主的不规律动作 并伴随智能减退与精神方面症状 发病后约10至15至20年后 常因吞咽呼吸困难等原因死亡 本铜尿症 本铜尿症患者的尿中含有过量的本饼铜酸 因而被命名为本铜尿症 主要起因于人体将本饼鞍酸代谢 形成弱鞍酸代谢路径发生缺陷 而导致本饼鞍酸大量堆积在体内 产生许多相关的有毒代谢物 例如本饼铜酸 进而造成病人的脑部伤害 若新生儿为本铜尿症患者 则可借减少本饼鞍酸的摄取量 减缓本饼本铜尿症相关症状的发生 着色性肝皮病 着色性肝皮病是因缺乏切除型修补酵素 所引起的遗传疾病 患者的皮肤无法修补脂外线造色 所引发至突变 亦形成皮肤癌 未成年及死亡